张杰发微博喜当爹,邓超评论告笑抢镜,引来无数网友吐槽。 近日信爱生下的两个千金可以说是娱乐界的一件大事,张杰一下子就成为了两个孩子的父亲,心中的喜悦之情自然是不用多说了,迅速发了微博表达对妻子的感恩以及自己的兴奋,几乎半个娱乐圈的人都来留言了送祝福了,一下子就对夫妻受到了无数个关注。 图蕾说,幸福就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,这一家思考是真的幸福。 图蕾近期节目现在就告白正在热播。 在无数的评论者中,邓超一下子引起了小编的注意。 超有爱的邓超想要教孩子英文,里面估计是一堆吐槽的话吧?打开之后,果不其然。 小编一开始没注意,超哥的中文确实也错了,还是说想让孩子教你英文啊。 哈哈哈哈,众人吐槽你省省力气吧,孩子的英语大伙确实不放心啊。 然后小伙伴们都把之前的不堪回首的往事给扒出来了。 甚至有人叫张杰谢娜把孩子藏起来。 吐槽大神真是一个比一个溜,小编半夜捂着被子笑出声,差点挨了素有一顿打。 看着他的评论都可以脑补一步搞笑剧了,邓叔叔也算是为孩子们的诞生送来了一片心意,大家就不要损他了哈。 喜欢邓超的小伙伴可以去张杰微博捞一下他,毕竟大咖太多,再不就就估计就成了。